欢迎您每周三晚间八点准时收看由台湾珠宝艺术协院魏林自播的线上教室 我是主持人卢春雄晚安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飞龙在天博弈流光 龙年博金艺品征集评选活动 这个活动将在十月底结稿 提到博金我们不得不直接将瑞士跟日本这两个最喜爱博金的国家 把它介绍出来 那他们推出的博金产品包括珠宝首饰原料 都是世界上非常知名的 那讲到中国呢 过去20年的珠宝市场可以说整个中国的珠宝市场 归附在翡翠跟黄金这两个产品品项上面 那中国大妈是爱黄金的 那问题呢 中国的精英分子 他们也是非常喜欢博金首饰的 那因此呢 各种博金的一个产品 其实相应而生 那世界博金投资协会自然就在中国有一些琢磨 因为博金的一个行情完全是看供需问题 当供不应求或者供过于求 自然会影响到博金的一个价格 当然是希望越多人投入 然后去收藏博金 因此呢 他们在去年也推出博弊的一些设计 希望能够活化多元的博金形态 让更多人投入对博金的一个收藏 那很幸运我们的学员 蔡新云小姐就荣获了一等奖 得到了很多奖项跟奖金 那这一场博金 议品其实跟龙年挂钩在一起 那总共设有19个奖项 总奖金高达6万7千人民币 那活动呢 将在这个月底结稿 那我们注意来看一下 大家必须扫描 立即拿你的手机 将这个QR Code 扫描下来 因为他们要透过他们的一个城市应用 才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讲到龙 他真的是十二生肖里面 唯一一个神灵幻化之物 可以这么说啦 世界上根本没有龙 那龙到底怎么来的 也就是人啊 对闪电啊 以前这种天象我们不太懂 就像对火焰我们不懂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凤凰 所以欲火重生 所以凤凰的诞生 就是有点类似描述火焰 那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 那龙应该是那个闪电的一个幻化 也就是把闪电的这种现象 比例成龙的一个形态 那无论在历史传承 或者是皇室威权 或者是祥瑞幸福文化表征 还有那个神话文学 中国向来一直是龙的国度 甚至以龙的传人自称 整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在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因为传递龙年的一个正能量 那希望透过龙这个元素 将薄金投资用品多元的面向去开发 吸引更多人的一个投资 然后接受薄金所制造出来的一些产品 那主办单位非常欢迎所有美术机构 独立设计师或者是珠宝设计师 艺术家 艺术学院之类的师生来参与 一定要透过上海 在柏金周这个小城市来进行 那整个活动 Focus在龙的这个议题 以龙为元素 作品增集分为三大类别 选手可以自由想象 第一个就是柏金条块 柏金条块 那它有分为常规跟非常规的 也就是其他形态的它也接受 那这就是我们典型对条块的一个概念 无论是黄金或者是柏金 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较常看到的应该还是以黄金为主的 当然它有一些它尺寸规格上面的一个要求 那柏金条块的奖项 奖金奖状 那个设了一等奖 总共有八千元的一个奖金一位 然后那个二等奖 六千元的奖金也一位 三等奖也有一位 三千元的人民币的奖金 入围的总共有五名 共有一千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奖项 再来就是柏金章 那很多人听不太懂什么叫做章 那其实它跟币很雷同 那为什么要把章跟币做个介绍呢 因为很多人 我担心你大家想象成印章的章 那基本上币是国家发行 负以面而币值 那个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币 比如金币银币诸路之类的 当它不是国家 那个也就是中央银行 或者是什么那个国库 发行出来的这一些币值 然后它就是变成一个纪念品 或者是类似像钱币的一个形态的东西 我们就称它为章 然后那个柏金章的总类非常多了 其实过去中国 那个白银 那个龙银 大家都很有很有概念 除此之外还有干嘛 铜币这个也都是过去中国的风格形态 那中国也有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人民银行 也有发行了这个纪念的那个熊猫纪念金币 这个是类似的 意思就是它也希望那个柏也可以做成这种那个柏金章的一个形式 那就不民间发行就不能称之为弊了 民间发行就要称之为章 然后那个它的奖项也有很多 那第一名也有八千元 然后那个第二名也有六千元 第三名也有三千元 然后入围一样有五名 再来还有一个是创意柏金工艺品 那它就是不限定 那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在柏的使用材料上面 必须占据整个作品的80%的一个原料的一个比重 那那个这个是在2012年的时候 那个深圳有一家公司 你看他直接用柏做成了一颗柏金树 这个非常的豪迈 那当然那个世界柏金协会也过去也有在推行 柏金手势的一个应用 其实在整个高级珠宝里面 那个香鲜宝石香鲜钻石 大家都很喜欢用柏金 无论是pt999或者是pt950 或者是pt900或者是pt850 基本上都是 那这个柏金的一个工艺品 他们那个就有规定 每一个设计师同时可以参加这三个类组 条块或者是金章或者是工艺品 那每一个类组只能上传一件作品 那这个柏金的奖项就只有前三名 分别也1万元的一个奖金 8000元的奖金还有6000元的奖金 这个是柏金的一个工艺品 那个奖项也挺高的 那比赛的期程他们在8月28日其实已经就已经发布了 中间他我们更关键的是10月底要结稿 那他入围公告制作的时间会有11月6号到11月30日 那那个作品展览预计在今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 评分标准为总分为100分 他们以创意设计占了35% 视觉的美感占了30% 可以实践的公益特性占了25% 同时有一个线上投票也就是在上海柏金州 其实就是未眼先轰动 这个占了10%的比重 那由公众那个市场来决定 那那个评审的方式有分为初评跟中评的一个模式 这些细节我们都很乐意的将整个简报提供给您 慢慢的去那个细读它里面的一个规则 同时也有一个免责声明 当然要以主办单位官方公告的资讯为主 那服务资讯跟选手群 那主办单位也希望你加入他们的一个 一个那个微信的群组 那掌握更多的整个活动的动态 整个活动要再三的一个强调 它必须通过那个上海柏金州的小城市进行 因此呢请大家一定务必要先扫描这个QR Code 才能够进入这个活动的一个赛事里面 提到龙其实龙在中国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演绎 无论在观点性非常广 那个无论在十一柱形或者是神话 歌曲啦 书画建筑雕塑啦 诸如此类的非常地繁复 那个随便一讲三十几个都可以写成好几本书 那讲到那个龙如何传神的把它表现出来 自古以来有盛行 三挺九四也就是脖子要挺 腰要挺 尾巴要挺 挺挺毅力的挺 那九四呢也就是像九种动物 所以呢大家在创造的时候都可以掌握这 这个三挺九四的一个要领去表现去演绎 提到龙啊其实最多的应该从那个石器时代开始演变啊 从夏商周的那个玉石雕刻 其实就已经演绎得非常的一个精彩 那那个随着那个人类的一个工艺技术不断的一个提升 龙啊在越近代的龙反而变得越复杂 然后细节交代的越多 然后越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的龙啊 就显得非常的喜恋 非常的极简 我个人非常钟情于战国时代的一个龙的一个形式 那这是东汉时期的一个一些授文 其实也有人说它是龙的一个形式 那龙比较接近于现代的一个形态 大概是成龙啊也就是南宋著名的一个画家 这个时候龙还有很强的一个兽性 然后那个慢慢的演化出来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越近代的龙它就细节就交代的也多了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个人非常喜欢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龙 当然一些瓦当啊那有的青铜器啊 或者是一些金属器物啊甚至于陶瓷上面 中国基本上讲的就是陶瓷 那陶瓷上面表现最多的 其实龙的元素绝对是干嘛 非常演绎的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从陶瓷上面有很多龙的形式 基本上就可以追溯到龙的一个形式的演变 那龙在过去在明清之后就被定义为皇家的专属 所以皇帝上面穿的衣服啊或者是建筑物体啊 那个整个都是干嘛 很多的一个龙的一个形式 这个太和殿上面的很多小兽也有龙的形式 像是龙的独立的一个雕塑物体 就是除了狮子以外 那北京自然就是天子脚下称之为龙子 那九龙壁也是非常经典的 那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那在定义上面我也帮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会整 那讲到台湾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龙山寺的这个龙 那为什么要提到龙山寺 因为龙山寺有了一对 全台湾唯一用铜铸造的这个龙 那这个龙呢是由厦门的一个简年大师 就是那个洪坤福大师所雕塑的 那由台北的铸造厂李陆兴先生所铸造的 这是全台湾唯一一对用铜 青铜铸造的一个龙柱 一般都是石雕居多 然后还有那个圆山饭店 也可以说这个是日本的那个 时期的那个天造大殿 那也就是日本神社 然后后来因为在二战的时候 那个被美军轰炸掉 后来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就把它盖了圆山饭店 就是相同的位置 这里面有一条龙 那个在那个大战的时候 在日本神社的时候 遇到大战的时候 这条龙竟然那个逃过了一劫 完全没有受到伤害 所以后来圆山饭店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那圆山饭店的各种雕梁画柱 里面那个龙成千上万 数不清 有人曾经想要把每一条龙 通通数过一遍 可是就是这个数量太庞大的 根本没办法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三峡祖寺庙 其实也有130根的龙柱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 这个值得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一转眼12年就过去了 其实我记得公元2000年的时候也是龙年 千禧年刚好又是龙年 那那个经过了24年 哇那个过去之前2012年的时候 TTF也有做过一个龙的生肖的设计大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过了12年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 我们再来重新演绎龙这一个形象 这一个元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表现到什么程度 期待您的参与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台湾珠宝艺术协议 为您直播的节目 我个人始终相信拥有专业才能够成就事业 因此呢我们竭尽所能的将珠宝设计 珠宝公益珠宝营销的专业知识 系统化标准化 步骤化透明化 透过那个线上分享 透过出版品 透过课程的一个传授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让您拥有专业 成就事业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国际珠宝参赛群组 这是一个免费的群组 您可以透过这个很多APP的应用 连接到我们 索起整个活动简章 这个整个我们很乐意的免费提供给您 那那个10月15号还有一个中国珠宝首饰集设计大赛 这个之前也有为大家介绍过了 还有再来就是10月底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个龙年薄金艺品的征集比赛 还有再来就是11月18日 有一个2023年第六届 宝庆银肉杯珠宝首饰设计大赛 这个龙子下个礼拜才来为大家介绍 您先来收看的是 由每周三晚间8点由台湾珠宝艺园 为您直播的节目 欢迎您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是如春雄我们下周见拜拜